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最近好多同学私信我问 用ID钥匙ID4这样的生卡 在已经用USB线连接电脑机架效果器的情况下 怎么才能在手机拿到机架处理后的声音直播出去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一个手机机波转换器就可以了 例如ADR手机机波转换器 把生卡的耳机输出接口连接到转换器的输入 然后用OTG线连接到手机就可以了 这样子被机架效果器处理后的声音 就能通过生卡的耳机接口 送给转换器 转换器再送给手机机波出去 这样子不但能很好的保证音色 而且颜色也非常低 那主播怎么听到声音呢 很简单 把我们的耳机对近ADR的耳机接口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耳机上听到直播出去的声音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 ADR手机机波转换器 各种录音直播设备 楼主都有卖哦 买设备找愤怒的调音师 某宝搜索愤怒的调音师 对就是这两家 楼主的天猫店也已经开了哦 天猫请照声影音专营店 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